如果你喜欢在家里花盆 一个大花盆里面种果树 那么旁边的这些位置千万不要浪费 把它拿来种小葱 你会发现一年到头 蒸鱼都不缺这个葱了 大家好,我是佛沙阿花匠 我在我家的茶花花盆边缘 种了几颗小葱 而这几颗小葱种到现在已经大半年了 接近有七八个月了 其实我发现种葱 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难 其实在花盆里面就可以种 而且最重要是种这个小葱 只要我们懂得正确的方法 这个小葱可以养好多年 我估计我这个小葱能养 起码以后我们在家 蒸鱼就不缺这个小葱了 刚开始我是把一些红葱头 随便塞在我家的茶花花盆里面 当时就是看着这个茶花刚刚花盆 整个花盆有点空 所以就把这个小红葱头 塞在花盆里面 然后当时就塞了五粒 现在剩下三棵 因为前段时间就蒸鱼的时候把它拔了 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拔葱 这种方式不太合适 正确的葱的采摘的方法 应该是这样子的 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呢 我们去地里面去拔这个葱呢 一般情况呢老人家呢都是要我们把一边按住 然后呢拔起来 把剩下的那一半拔起来 这样子那个葱呢能继续的生长 但是我们盆栽种子呢这种方法不可取 因为这样子呢太浪费了 给大家示范一下老农民怎么去拔这个葱的 一般情况呢我们把老人家拔葱呢都是先把葱分开一半 一半压着保护住的保护它不要动 然后另外一半呢就这样拔起来 大部分人呢都是这样子 然后呢把手摁到土里面去 这样比较容易拔 我这个葱长得比较深啊 好拔 啊好了出来了 这样把葱拔出来 然后剩下的葱呢 把土壤重新盖上去 它很快又能重新长起来 但是这样子呢太浪费了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把根给拔出来了 这样子拧这个葱呢就少了一半的根系 而我们盆栽种子用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因为这样子呢太浪费了 我们都知道盆栽种植植物呢 根状呢苗自然强 那种葱呢怎么办怎么才能养它 把它养根把根养状呢 其实主要是采摘的方法上要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葱这个东西呢 如果我们把它从这个位置剪断 然后呢剩下的这部分葱呢 其实它很快又会重新的长起来 就像韭菜一样 所以盆栽种葱呢 采摘方式不能用传统的方法 来我在家里 种葱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的 这是刚才拔出来的 把它重新放回去 这里前两天呢放了一些狂豆肥 然后把这个葱呢 我们在菜市场买回来的葱头 也可以这样子 把它放到土里面 然后把它重新摁住 然后呢这个位置呢 很快就会长出小葱了 啊 这个一棵呢是今天早上我剪的 因为我发现呢它有点太乱了 比如这里这几棵 这几棵就现在很乱 你看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 而我最近呢又不想蒸鱼 所以我一般情况会把它剪断 这一部分呢 您可以拿去蒸鱼 当然也可以拿去鳄肥 然后把它剪断之后呢 在隔壁放上一些有机肥 您会发现呢 它很快又会重新长起来 把多余的部分也去掉 来 这样子您家的小葱呢 很快就会长满 一虫又一虫 要蒸鱼呢 以后就不担心没有小葱了 有些朋友发信息过来问我 为什么我家里种的葱 若是那么弱 其实最简单一点呢 就是我们不要太早去采摘这个葱 一般情况呢 是等我们的小红葱呢 长到有三到四根笋的时候呢 我们才开始采摘 而开始采摘呢 都是这样剪断 然后剪断过后呢 它下面的根屑会继续的留在那里 一定要记住 根墙呢 你的苗才壮 尤其是种葱 以前呢 我养葱呢 我都是 我老人家呢 都是每一年去种植 然后每一年去采摘 买那个红葱头盔来去种植 但事实上 我们在盆栽种植 只要懂得这个方法 您那个葱呢 可以养好多年 当然记住一个事情 不要等到它开花结种子的时候呢 再去考虑 它进行休闲 等你发现那个葱长得有点乱 有点长 比如这一棵长得有点长了 已经符合我们拿去针鱼的标准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拦腰的阶段 即使您最近不针鱼 那么这个也不能让它持续性的长 因为这个东西呢 长了时间久了 它自然会准备开花结果 但是我们不断的收割它的情况下呢 它只会不断的开始长侧牙 长嫩牙 您会发现以后我们针鱼就压根 不用去菜市场了 在跨本里面剪一刀 简简单单 完事 记住了吗 当然呢 红重葱呢 它需要那个土壤比较疏松 比较透气的 如果您在家有种蓝莓 或者茶花 你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本来我们的茶花花粉 比较疏松透气 您会发现呢 既收获了一盆好看的茶花 它下面又多了一些衬托的绿子 非常的漂亮 最重要 生活里面就不再去需要去买葱了 好了 今天罗叔到这里 我是佛山阿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 感谢大家